大家好 我们这节课是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市政专业在教材上有几个写的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章节 其中有一个就是质量章节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的质量它既有一部分内容 它是包含在咱们的技术当中 比如说道路的什么检查验收 东宇期施工 桥梁的装机的质量 通病等等 这些它是在质量这个模块里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质量是纯质量 没有结合技术的这些点 写的比较空 这几节内容呢 考试也不能说不考 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也就是在2014年一个案例当中的一个小问 考过这么一次 它跟成本管理一样 几乎你也不用太投入什么精力 包括什么职业健康 甚至造价都是差不多的 书上写的内容呢 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咱们呢应该说 也就是按照教材里边 非要说需要留意的几个支点 稍微留意的 咱们给罗列一下 简单的梳理一下 但是呢 并不是说它就考试的概率有多高 这里边是对比着整个这几节的其他的内容而言 这里边还是要留意 但是如果我备考的时间特别紧张 那这些内容你也可以不看 好 第一节当中的质量管理措施 这个大家注意一点 质量管理措施 什么针对工程的关键工序特殊过程 编制专项的质量技术措施 保证措施 即作业指导书 这个知道啊 作业指导书 其实质量保证措施 其他的明确与施工阶段相适应的 检验试验测量验证要求啊 也都是比较空 但是呢 这作业指导书是我们施工的时候 除了脚底真正特殊工程需要有它 比如焊接就需要有作业指导书 后面质量保证计划 还应该包括的内容 比如这个知识点 也别说 2019年二年 包括公路专业考核过 质量控制流程当中的 实施班组自检工序或工种间的互检 专业检查的三检制流程 自检互检专检 这里边啊 要注意考试呢 二检考过公路考过 有可能保不齐什么时候 我们一检也考一考 好 这里边啊 咱们要知道 这里边又提到了 说质量控制应该实行质量样板制和手段验收制 施工过程均应按要求进行自检互检和专检 样板制手段验收制 就说我做成这样了 以后呢 我承诺都按这个方式 谁信呢 对吗 好 后面呢 就是第二节 质量计划的实施要点 也是特别特别的需要 比如质量管理与控制的控制方法 影响施工质量的因素 都包括什么呢 与施工质量有关的人员 施工机具 建筑材料 勾配件 设备 施工方法 环境因素 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 对呀 这不是人机料法环吗 这几个因素 控制它就可以 后边呢 就是对应的啊 我们控制方法 它写了内容呢 比较多 如果有时间 可以把这些稍微的留意过一过 没时间啊 这块就彻底就算了 第三节呢 它这里边有一个施工准备阶段 质量管理内容 技术交底这块啊 技术管理准备 有一个图纸会审 这里边呢 特别乱 图纸会审 其实呢 呃 我们一件跟二件 大家如果看过二件教材 会发现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一二件不一样呢 因为二件写的图纸会审是施工单位内部的图纸会审 我们这里边的图纸会审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设计交底 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在中国学习很多东西 你不能呃特别僵化 有人说到底图纸会审应该谁组织到底是施工单位组织还是建设单位组织 人家都叫图纸会审但是说的不一回事 如果是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向二件提到 那是什么呢 施工单位内部的图纸会审拿过图纸我要研究 我要进行一块碰碰头啊 商量一下发现一些问题 找出一些漏洞 找出一些毛病 找出一些冲突 而这里边建设单位组织并记录这是什么呀 这设计交底说的是设计交底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搞清 好后面呢是介绍一个现场准备啊 现场准备这里边呢可以说大概看一看 第一个呢是完成什么场地整平啊 施工道路的畅通啊路由畅通啊 水源啊排水口啊电源啊通信 这是准备要做的几通一瓶嘛 做好设计勘测的胶桩胶线测量啊要做好 然后实验室要做好啊 那么做好交通导型 而且呢临件要搭设完成 这就是现场准备 总结一下 其实你考试啊 说实话还有一段距离 咱们只是这一章节自己去对比 后面这一节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啊 有考点了 那么这里边的考点是什么呢 就是分项工程工序控制啊 施工管理人员好 说的是什么交底啊 施工管理人员在每项每分项工程施工前 应对作业人员进行书面交底 交底内容包括包括什么工具及材料准备 施工技术要点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常见问题及预防措施 这个技术交底是什么 是通用的 通用的技术交底 什么叫通用的技术交底啊 就是放在桥梁隧道水池管线都可以 这是技术交底 针对性的技术交底 在我们前面学习的时候啊 给大家说过 是告诉他就是挖地坑怎么挖 就是安管道怎么安 就是坐路基怎么做 跟这是不一样的 后面是特殊过程的控制啊 特殊过程控制这里边啊 其实离考试还是说比较远啊 依据一般过程质量控制 要求编制针对性的作业指导书 编制的作业指导书 应该经项目部或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执行 后边不合格品的控制 这是考我们管理啊 什么返工返修 让步接收降级使用拒收报废 这些在我们施政这要考出来 就好像命题人真的是江浪财尽了 实在找不出来 但是呢 这些我们施政这块啊 不考并不代表项目管理那不重要 好 下面我们看的是 施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大家要注意 质量考的是少的不能再少了 14年我们考过一次 但是呢 安全应该说考的次数要远远远远多于质量 但是呢 近两年来教材上考的也渐渐的偏少了 但是前前些年啊 早些年啊 早些年我们教材上 这里边安全的东西考的真是特别特别的多 在2022年安全这个章节教材还是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变化幅度不是特别大 大家注意啊 主要是在第二节那部分 我们大概梳理一下安全章节 好 第一节是施工风险识别与预防措施 这里边啊 有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呢 呃 咱们要大体上清楚 叫施政公用工程 施工呢 有三大特点 这个特点 其实呢 是围绕安全 但是更多的还是在苦穷卖惨 产品固定 人员流动 二是露天作业多 受自然条件 环境影响大 三是施工现场场地有限 施工动态变化大 规则性差 不安全因素随工程进度变化而变化 说了半天 还是在说我这施工啊 挺难的 比建筑啊 那边要难度大 啊 往这方面 考试呢 很难直接这么考 好 下面一个知识点要注意啊 这个知识点呢 是考试 07年 13年考过两次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我国将职业伤害事故分成20类 这20类啊 注意啊 什么物体打击啊 车辆伤害啊 机械伤害啊 其中伤害出电烟疫灼灼伤火灾高处坠落 坍塌等等啊 他说了 这里边 这里边 其中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出电机械伤害 坍塌 中毒车 窒息火灾 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中最常见的职业伤害事故 过去 过去还给他叫做风险原 现在叫职业伤害事故 这里边我们注意啊 他是要记住 但是并不代表这案例如果出来就是这几项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里边没有烟疫 但是如果你这工程就在河边施工 烟疫是不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本工程中常见的职业伤害事故 考试有可能考出风险原这三个字 记住这也叫风险原 因为过去叫风险原 保不起我们命题人还沿用那个名词 大家要注意知道啊 这是市政中常见的不代表任何一个市政工程都只有这些 你比如说车辆伤害 那如果这个工程是现况道路洗爆加铺而且不断行交通 那车辆伤害是不是一个常见的职业伤害事故 是不是是一个风险原 好这里边我们项目管理教材介绍的很清楚 大家如果考过管理对他都应该有印象 你就记住这句话考试结合案例背景 后面啊施工啊影响施工安全因素主要有啊 这也是常识的内容吧 施工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 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 好好像在讲管理了啊 这些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 然后要把好这个几个关安全生产的这六关都是什么关 这种考个多选题是有可能的啊 什么四不放过五定六关啊都得知道 这个点是容易考选择题而且考过啊 就是环境条件往往会对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特定的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工程技术环境 后边如这括号里边地质水文气象变化 工程作业环境如作业面大小防护设施通风通讯 大家记住这叫什么呢 归类型的选择题啊给你写出来 这到底是属于工程周边环境呢 还是工程技术环境呢 还是工程作业环境还是现场自然环境啊 给你写出来 或者说现场自然环境都包括什么 给你写几个选项 这个要背一背啊 这不可能考案例吧 应该是多选题的 后面是关于安全风险等级的评价啊 这里边粉丝等级有我们一级二级三级三级三级 四级大家有没有感觉看着特别熟悉 经济总是一个亿的 一个亿到五千万的 一千万到五千万一千万以下 人缘伤亡就更像了 这个人缘伤亡啊 四级三人以下死亡或者十人以下重伤 三级三人以上十人以下死亡 或者十人以上五十人以下重伤 二级十人到三十人的死亡 或者五十到一百人重伤 一级三十人以上死亡 或者一百人以上重伤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事故 小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吗 对呀就是这个标准 只不过他给看成是叫风险等级 一二三四级这是对应的 这是一一对应的 这种点我们考试啊 咱们早年间其他专业考的如火如荼 我们市政坚持的不考 但是未必以后咱们不考啊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呢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应该对这个支点很熟 比如说就到了十人是在上面那级的啊 一定记住啊 到了这个节点是月签上面这一级 好这是考试有可能考到涉及到的 后面啊后面安全风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预防措施 这里边大量的知识点都是记忆的 记忆的知识点我们说过啊 我们说过记忆型的知识点 咱们就不在这儿啊作为复读机 你比如安全风险公告内容应该包括什么 这是后期肯定要记一记的 包括啊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有技术的管理的应急措施这方面 人家又告诉你技术措施包括什么 管理措施包括什么应急措施又包括什么 这种点拿出来考试啊 说考一考让你补充一下 你还真得知道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试证考试的特点 你说它抛开了真正的死机硬背的东西呢 也不是像这些它就能处 而且有的时候就真的给你出来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多记一记吧 好呃咱们再看这个第二节 施工安全保证计划编制和安全管理的这个要点 呃过程控制与持续改进 这过程控制呃很多的内容呢 还是我们的啊传统考试经常考的 你比如说这个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专制安全应该对安全工作计划进行监督检查 关键工序应安排专制安全员 啊对重点风险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和指导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呃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项目啊技术负责人总工还有专制安全员 围绕安全嘛肯定专制安全员 这里边后边说的也比较多 后边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做到五定又来了啊 六关刚说完五定啊定什么整改责任人呐 定整改措施啊定整改完成时间 定整改完成人定整改验收人跟四不放过呀 还有点像考试这是能够考出来的别看俗 但是它是真正的啊能考试的考点 好下面我们看这叫安全生产管理的要点啊 大家注意啊安全生产管理要点就这个知识点啊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考试就在我们的2012年 2012年案例考过啊工程项目应建立 以项目负责人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应该由谁啊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 劳劳劳分包企业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 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组成 9个总包的啊还有我们的专业承包的还有劳务分包的 这里边都有项目经理都有技术负责人都有专制安全 好这个考试是可以考到 后面呢咱们注意啊这就是2022年咱们教材新增的过去啊 只是一个现场的安全员的职责 现在叫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这个履责这块啊要注意 呃考试原来是考过 但是这个知识点改完之后啊是新改的 他可考性真的好低因为什么呢太复杂 不好总结归纳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教材新改进的地方 呃这个知识点别看是原来考过啊还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建筑专业也考过何况考过七八年了 呃我们的土木工程啊线路工程啊设备按照 应该按照工程合同配备我们的安全员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市政工程就是按这个配置 五千万啊五千万到一个亿一个以上安全员一人两人三人 一定要注意啊五千万啊集齐以下一人五千万到一个亿啊 两人只要到了一个亿啊这个数集以上三人啊 这个2014年考过这个倒是简单大家也能够记住 好呃这个点呢我们原来2013年考过 叫总承包人与分包人啊安全管理责任 那么这里边呢总承包方的管理责任内容特别多不适合考试 别看我们分包这个知识点别看他已经是呃考试考过 如果非要在这考核还是考分包 那分包人安全生产责任呢应该包括什么啊 对施工现场的分包人对自己施工现场的安全责任负责 认真履行什么分包合同规定的安全生产责任 遵守总承包人的有关安全生产的制度 服从总承包人的安全生产管理啊 及时向总承包人报告伤亡事故等等 考试如果真的考总分包在安全证 还是考分包的责任 因为他好制定答案总包那太乱 所以不适合考试 呃安全生产责任制这里边大家一定注意啊 呃咱们是最早最早的年份出过改错题 啊最早的年份出过 这里边咱们得熟悉啊 比如说项目负责人啊 项目负责人是什么呢 是项目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这个不读咱们也应该知道啊 啊负全面领导责任 后面对应的什么项目生产负责人啊 然后呢 专职安全员啊要知道 项目生产负责人 对项目的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 这个应该知道 专职安全员 考试能够考到啊 负责安全生产并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对于伟章指挥伟章作业的应当立即制止 专职安全事还挺多 后面是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 这里边首先要知道啊 不管是企业的主要的负责人呢 法人呢 还是专职安全都应该培训 这个时间啊 你如果不想记就不记 考出来的概率真的微乎其微 但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呢 项目经理啊 每年接受安全培训的时间呢 不少于30学时 这个呢 大家注意啊 尽管你不去做 但是你还真得应该清楚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取得岗位合格证书 并持证上岗外 每年还必须接受安全专业技术的业务的培训 这个时间40学时 特种工啊 特种工 汉工啊 电工啊 架子工啊 爆破工啊 起重工啊 等等这些都叫特种工 每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 后边是新进场的工人啊 这个点其实在2020年算是有所考核 要接受三级教育 公司的项目的班组组 那么这里边公司培训教育不可能考 那么项目培训的都有什么 这也要知道工地安全的制度 施工现场环境 工程施工特点 及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好了 这个要知道 而班组的呢 培训的内容 本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案例剖析 劳动纪律和岗位讲评 这是能够考试考到的新进场工人的三级培训 对于项目的培训内容和班组的培训内容 其他安全教育培训啊作为了解内容 后面呢是安全技术管理的措施 这里边是涉及到的交底啊 不管是项目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还有专制安全员 应该按分工负责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方案的技术交底 过程监督验收啊检查改进 分工交底啊 不管是谁 你的负责的这个圈里边你要交底 后边啊 交底的内容 施工负责人在分派施工任务时 应该对相关管理人员 还有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技术交底 好了 后面要看啊 就是安全技术交底应该结合施工作业场所的状况 特点工序 对什么进行交底 这一定要注意啊 对什么呢 对危险因素施工方案规范标准 操作规程和应急措施进行交底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点啊 后面交底的流程啊 就是安全技术交底呢 应留有书面的材料啊 有我们交底人被交底人 还有专制安全员进行签字确认啊 这是安全交底 技术交底 也是全体啊 书面啊签字啊 并且归档 这都是交底一样的 后面是安全管理措施啊 这里边总结下来就是检查证书 培训啊 咱们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啊 要求是这么做的啊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 对所需的职业资格上岗啊 资格和任职能力进行检查核对证书 对进入我们施工现场的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一个是查证书 一个进行培训 设备管理2015年考试考过啊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呢 前面这有啊 什么中小机械设备啊 由谁进行验收 大型设备成套设备啊 由谁呢啊 在项目部自检基础上 报警企业有关部门啊 组织企业技术负责人 和有关部门验收 这里边我们市政用的不多啊 塔式或煤式起重机 电动吊篮 还有垂直提升价等重点设备 应该组织 这叫什么第三方 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验收 注意验收的时候 要检查技术文件包括 各种安全保险装置 及县位装置说明书 维修保养及运输说明书 产品鉴定及合格证书 还有安全操作规程 好了这也是管理当中特别烦的 你得记啊 不记肯定是不行 当然我们2015年考试 考的这个知识点 什么呢 三减制 什么三定 哪三定呢 定基定人定岗 这是关于我们的设备 2015年考试考过 后面是应急救援预案与组织计划 咱们的考试要注意啊 很少考应急案 只有在2014年考过一次 后面教材在这里边经过两次变化 这一次变化 2012年应急 在安全当中变化最大的 是应急预案这里边 应急预案里边变化比较多 但是可考点还是有限 这里边咱们梳理一下 应急预案分为综合应急预案 描述应急工作职责 应急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 好 呃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边你看 虽然是调整的 但是呢 好像能够涉及到是考试的 不是特别多 但是这是一个啊 下面也是一个时间 应急院应该自公布之日期 20个工作日内 这就是考试应该注意的啊 改错什么按照分级属地原则 向上级单位和属地应急管理部门 及其他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进行备案 这个现在改的比较详细了 但是考点是这20个工作日内 后面是关于应该制定应急院的 演练计划 根据事故风险特点 这个是管理当中的知识啊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 综合应急预案的演练 或者专项应急预案的演练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 好 后面呢 是调整的 但是呢 应该说从考试角度没什么可考点 下面是第三节啊 第三节呢 施工安全检查的方法和内容 呃 这里边呢 其实考试有两个点 还没有考过的啊 有两个点 那么安全检查的形式 这是个选择题啊 检查分为定期检查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季节性检查 多种形式 这是选择题的考点 呃 后面定期检查 一定要注意啊 他 咱们这里边注意时间 你比如说啊 呃 呃 我们应该是 总承包工程项目部 应组织 各分包单位 每周 进行安全检查 每月 对照 我们的这个 沟济沟 59-2011 至少进行一次定量检查 好 就这个点 2011年 呃 2012年吧 呃 当时我们的市政考试考过 当时都没有提这个规范啊 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 内容可考点比较多 作为重点啊 需要记忆的专项检查 主要由项目专业人员开展 对 什么检查呢 施工机具 临时用电 防护设施 消防设施等专项检查 这是第一个 呃 专项检查 应结合工程项目进行 如 啊 这里边 呃 安全检查标准与方法 说安全检查的方法 呃 这点 它就是 勾计勾59-2011 这个点 那么 安全检查评价 说安全检查评价 非为保证项目和一般项目 如果增项考生 你一定对它不陌生 你一定对它不陌生 对这个文件不陌生 我们曾经考试还考过 那么这个保证项目包括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啊 安全生产责任制 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 安全技术交底 安全检查 安全教育 应急救援 一般项目分包单位安全管理 持证上扛 生产安全事故处理安全标志 啊这个没有说为什么的 这就记把这个规范当中的内容 直接记住 咱们补充一下 既然这个文件啊 这个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勾计勾59-2011 呃这个文件很重要 那我们要有增加的那种 第一个就是文明施工检查评 评定的保证项目 这应该包括什么 文明施工的有现场为党 封闭管理 施工的场地材料的管理 现场办公与住宿 现场防火 呃一般项目啊 考试啊他有的时候不爱考 有可能在超纲是保证项目 还有呢就是 激坑工程检查评定保证项目 包括什么 激坑是容易考试考出来的 施工方案 激坑知户 降排水 激坑开挖 坑边喝载 安全防护 对于激坑这个 咱们可以了解一下一般项目 激坑监测 支撑拆除 作业环境 应急愿 好 这里边都是我们 勾激坑59-2011的内容 啊 呃 这几个保证项目 我们还是要给他尽量熟悉一下 这个知识点不是他一定能够考 但是考出来属于正常 毕竟这个标准在我们教材当中提及 并且曾经考试考过那个时候就超纲 那么这些内容 甚至比教材当中的很多的那些 特别无聊的比如说应急愿 里边介绍大量的内容 还具有可考性 作为建筑专业 这可是重中之重 有可能考点延续到我们市政这边来 虽然在市政教材当中这没有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知识点给补充上来 呃如果你实在实在的紧张 那最低你也得应该知道 激坑啊 呃还有咱们的模板支架的保证项目 仔细看一看啊 这个对于我们考试不是说贝勒一定考 但是你不去有意的去记一记 真的万一考试考出来 你瞎写你都写不到点上 好 我们对于安全章节 前面说了 它比我们的质量章节可考性要高很多 但是考试啊 现在呢往往会出现教材以内需要记的东西 你要投入时间 但是有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点 这是现场实际发生的 但是呢 这个呃 安全的知识呢 并不是属于技术 但是也不是我们教材上的这些知识点 所以说大家呢 对于那些应该在平时做案例题的时候 也应该有所关注 但是对于教材上的这些内容 啊 近年来咱们教材新增的知识点 考核的可能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咱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